嗨嗨恨 뒤 在過去幾年 爆發了幾次流行病 包括 conserv臨 株瀏感 伊波拉病毒 和最近的新型冠狀肺炎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 這些流行病病的病源 都跟動物有關 當人和這些動物 有密切接觸 甚至食用被感染的動物 就會將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類 無論是沙士、伊波拉 或新型冠狀病毒 他們的病源都可能是蝙蝠 如果有清楚簡潔的提示 分辨什麼是可以吃的動物 那是多麼有用和方便呢? 原來聖經就有這樣的指南 雖然有關的記載 距離現在已經有3,500年 但當中的建議 竟然是這麼準確和合用 尼米記記載神給以色列人 個人及公共衛生 並且飲食健康的指南 聖經的提示簡單、清楚 它利用動物的簡單特徵 來識別哪些動物是可以安全食用 在尼米記11章第3節有說 凡是動物裏提分兩反 而且賭穿的就可以吃 我們只要留心看下 它提的形狀和進食的情況 就能快速分辨 知道是否可以吃 至於海產 無論是在海的還是河流的 只要有輪有刺就可以吃 這個實在是簡單容易的分類學 要注意我們不單止不能吃 還要避免觸摸 如果不小心觸摸到 就要徹底洗乾淨 這些建議 確實是符合了現代醫學衛生常識 尼米記當中提到可憎 而且不能吃的動物 特別提到蝙蝠、 託鷹和鷹類等等 蝙蝠已經被證實攜帶60多種 具傳播性的病毒 由於蝙蝠是唯一飛行的捕魚類動物 而且具有獨特的免疫系統 和較高的體溫 以至於對病毒有較強的免疫力 所以就能攜帶這麼多病毒 而且很容易傳播給人類 科學家對蝙蝠進行測試 並且在牠的嘴上 發現有15000多種病毒和疾病 其中有很多是對人類致命的病毒 成敬中所提到可憎的動物 確實會帶來更多的風險 在《藏世紀》一章25節又說到 神創造各種動物 都有牠的獨特性和作用 有一些可以食用 有一些是專為清理廢物 保持環境清潔 就像禿鷹類就是專食屍體 保持生態平衡 當我們認識神 和神為我們的設計和安排 我們便能快樂、幸福地生活 我們看見你 祝你每次到處都能用 寬試吉利改善 最有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